機場客運大樓的航班填試系統 在星期日出現故障 需要改用白板手寫航班資訊 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星期二出席行會前見記者 表示非常關注事件 指有關情況必須改善 我們會要求針對應變措施 以及事件發生後的應對能力 去審視和強化這方面的預案 而我也要求運輸球物流局 就住這方面和機管局 全盤審視系統的設置 尤其是這次後備系統的配置 他強調香港國際機場 是香港很重要的競爭力 形容香港作為航空樞紐 必須做到世界一流的服務水平 而是香港本線 通常歌手寫不齡 調期間 一日 我們會視乎 提出 一日